大家好我是喵妈 这颗辣椒最近叶子总是皱皱的 不知道怎么回事 很有可能是长的辣椒多了 树也大了 这个美枝袋又不藏水 所以水分跟营养的供不上 我干脆就把辣椒全部都摘了 看看一棵树能摘出这么多的辣椒 摘完辣椒之后 我还把它的枝叉全部都给剪掉了 看看只留了主干跟少量的枝叉 现在再来把它拔起来 看一下它的根有没有问题 你看一看它的根完全没有问题的 没有虫害也没有病害 估计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个美枝袋不藏水的原因 现在已经拔起来了 就干脆给它换一下盆 因为我还要准备泥土 所以这个苗先养在这里 这颗辣椒在这里养了七天时间 今天终于把泥土弄好 可以把它再种下去了 这一次我给它换了一个大的种植箱 泥土是之前我朋友送的那些泥土 里面有掺了椰康的 所以透气性会比较好 根太长了 给它剪掉一些 这样会更好种 而且更容易长出新的根 种好了之后再给它浇一点生根水 我的生根水就是在清水里面加一点点发酵好的红糖水 还有矿源黄斧酸钾 泥土都是晒透了的 所以水也要浇透 后面我会把它放在阴凉的地方去缓苗七到十天时间 在这期间我会隔三差五的给它浇一点这个红糖跟矿源黄斧酸钾 后续还能不能长好 这个就要拭目以待了 OK 拜拜